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第五课 节怎么兑现有位移的一个中单 昨天讲的如何兑现无位移的一个中单 同学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无位移的中单来说 节的话兑现起来还比较容易 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兑现有位移的一个中单 首先我们还是要讲几个总体要点 这四个要点是你无论兑现哪个有位移的中单 那个就是打法都是按照这四点里面来的 首先第一干嘛呢 要空线 打有位移的中单你得空线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压线的情况下 敌方有位移他是拥有一定的把你追到死的能力的 就比如说你打亚索 解打亚索 如果你在他塔下 你在塔下想消耗这亚索 你丢出了你的WQ 然后这个亚索直接一技能把你的WQ躲了 然后直接找上来跟你打 至少由于你没有 对吧 就你你自己的防御塔比较远 他有可能可以一直追着你砍 把你砍到直至残血 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击杀 就是我们一般 打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你不要压线 这第一要空线 第二个 就是什么呢 空虚 空虚的话怎么空呢 也是一样 补刀之前想一下敌方是不是有技能能不能耗到你 他没有技能 你就用平衡补刀 有技能 那就用这个Q技能来补刀 就比如说打亚索也是一样的 亚索这个英雄 他通常都会在你补兵的时候 偷偷默默的Q一下你 痛就痛一下你 对不对 戳一下 戳一下不怎么能多戳几戒就非常痛了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要每次补兵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我们是否就站在了亚索Q技能的范围内 如果会被他Q效耀到 那这个兵我们可以用Q技能来补 如果不会被他效耀到的话 我们就用品味补掉 然后用Q技能标下亚索 看硬起能不能标到 第三点就是打反射 什么叫打反射呢 就是说不要主动的上 等敌方过来 我们再用QAE去打一个反射 为什么说要打反射不能打先手呢 你们想一下 敌方有位移的情况下 你打先手是不是说你的WEQ技能 很容易被他的一个位移技能就躲完了 还是拿亚索或者妖姬 各种类型的有位移的英雄举例来说 或者下一个人 你打小人你丢WQ小人会一起来把WQ躲掉 像是什么 你三个技能被小人的一个技能躲掉了 对不对 你三个技能被他一个技能躲掉 那你是不是血亏 再打小人打压机 你WEQ他一个W躲掉了 又是三个技能打了一个技能 打压索压索一个风墙给你WEQ打完了 像于你画了三个技能 那也是画了还一个技能 这样的话都是非常亏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何谓打反射呢 就是让他们主动用位移上来之后 我们再反打 就比如说打压索 可以让压索一到我们脸上的时候 直接快速的QAE反打 腰机达不到我们脸上 快速的QAE反打 小人Q到我们脸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快速的QAE反打 然后因为我们W在捏着嘛 万一啊技能被他躲了 直接WW的后退 是不是 也是不可能亏的 好吧 这是一个解打的应用 然后当然也不说什么时候都打反射 就是说有的人就比较鱼 就比如说对面有可能玩小猿的人 他突然莫不其妙的用一技能收了一个兵 那这样的话在他一技能CD的期间 他也相当于一个没有位移的英雄 对不对 或者说打腰机 腰机没有W 刚放完W 那他这一段时间内也相当于一个没有位移的一个中单 那我们打这个没有W要机 那就跟对线那些没有位移的中单都是一样的 他有W的时候才是一个有位移的中单 他没有W的时候 那么打位移的中单怎么消耗 就怎么去消耗一个没有W要机 好吧 这个反射不是觉得 就是说双方技能都在的情况下 你就打反射 如果他的技能都要少了一个 那你还是可以打先手了 好吧 当然一般要少的那个技能是一个位移技能 就是说能躲掉你W1Q的技能 你才能去打先手 不然的话就算要机Q1技能 全部全部不在 他就一个W 但你直接W1Q上去后的情况下 还是容易被他一个W躲掉 对不对 那还是挺麻烦的 这是一个第三个要点 就是打反尽量以反手为主 第四点就是消耗 消耗的话 这个就跟昨天讲的那个打位移的中单不同了 消耗的话 我们要注意哪一点呢 就是说消耗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去用 就是说在他有位移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去用W1Q去消耗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W很容易被他一个位移躲掉 对不对 我们三个技能换他一个技能 那肯定亏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一般打这类英雄想消耗的话 只能用Q技能去消耗 无论是打压锁 腰机 还是跳人 你都是把一直用 是吧 有有机会的话就用Q技能耗他就行了 但是不要交W1Q 这样的话 敌方反应快 对吧 就可以用换一个位移 把我们W1给躲掉 或者说 你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用一个Q 这个去标别人的话 有两种情况 对吧 第一种别人也会用位移躲掉 然后反打我们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W1W1两个技能 可以选择逃跑 也可以选择进攻 对不对 或者说这刚才是第一种 他们用位移把他躲了 那他用位移躲 我们也对吧 直接打不打不后推 不要跟他打 或者说他如果他的位移也空了的话 那我们可以找就跟他打一下 如果说这个人 他会觉得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别人会觉得你一个Q 伤害不是很高 他不愿意去用这个W技能去 就用他的位移躲你的Q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Q标准了 就是百分之百的赚了 就比如说我打小人 我用W1Q 这个小人有可能用1技能把我Q躲掉 对不对 但是我只用一个Q的情况下 他不一定会用1技能去躲 为什么呢 因为杰的Q只有6秒的设定 只有6秒 小人的一级的 对吧 前面的一级应该是有18秒左右 我记得不太清楚 然后1技的一级W也有14秒左右 对不对 我们一个6秒的技能 他第一次能用位移 把我们的Q躲掉 那第二次呢 对不对 第二次我们有W的时候 他我们有了 就是说第二个Q好的时候 敌方的位移技能还没好 那这时候我们又可以用WQ消耗了 就刚才说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 就要么敌方用位移躲了 那我们等下一个Q好的时候 直接用WQ耗他 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位移 因为他第一个 刚用了位移 他的位移技能可能是没有 我们Q技能好得快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别人舍不得用位移 他觉得你一个Q 不怎么痛的样子 他不不舍得 他就看到你只丢了一个标 他不愿意用那个技能躲 只愿意用走位躲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标到就是转 没标到的话 我们就怂一下也不亏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四个要点 就是说消耗的话 只能用Q技能消耗 不要用WQ 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用WQ 就是别的位移技能再设定 你就可以用WQ系好 如果敌方的位移技能没有设定 那你就用Q技能消耗就OK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总体要点 那这就是打每个 有位移 有位移的中单都这个要点 记住四个要点 简单来讲 第一点空间 第二点空间 第三点打反手 尽量用QA打反手 第四点 敌方有位移的时候 用Q进来去消耗他 敌方没有位移的时候 才能才能用W去消耗他 好吧 就这四点 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 用视频来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今天说的一个东西了 好吧 今天的话有 这个三三到四个英雄讲解 首先第一个是卡特 卡特的话也是一个路人局的一个代表性英雄 很多带恋 或者说很多高玩 是比较爱玩卡特的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怎么打卡特 打卡特的话 一级同样学Q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 我打卡的时候 我就没有过于频繁的A兵了 而是慢慢的A 对吧 他A一下 我查我A一下 对不对 那这里声音怎么 然后对吧 这个前一级的话 学Q进来空线 然后安稳用频率补刀 有Q的时候 就在他补刀 或者Q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消耗他 因为他补刀的时候不能动 这是我们对吧 前面一直要强调的 第二点的话 就是他用Q进来标我的时候 也是同样不能动的 他就一级打卡的时候 就比较类似于那个卡丁 好吧 或者说如果你就说 更细节一点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 比如说你一级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他要补兵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个小兵的旁边 他补那兵 我就可以A他一刀 我们刚才应该是有一个这个细节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应该是补远程兵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个卡特 马上要补着我这个最左边的远程小兵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想补 那我看出他要补兵的意图 我就站在这个小兵的旁边 他补兵 我就偷偷摸A他一刀然后立马后退 不要小看这一个平A 如果你能一直赚这个平A的话 那你线上赚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了 对吧 你看我这一刀虽然A的还不通 我现在因为我这个等级低只有71的攻击力 但如果A的你两刀就140 对不对 71有可能不通 但140通不通 那肯定还是通的 所以说这个线上的优势都是一点点小优势来累积起来的大优势 没有谁谁说对吧 前妻一直都没有压子 突然一波就满血给你秒掉了 不可能有这种人 对吧 一般的人压你都是慢慢的压你的 对吧 为什么要发问号 是哪里没听懂吗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是吧 行 我们再来重新看一遍吧 好像有人好像没有没有怎么听懂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看 但这个的话 刚才那个动作的进行 你只能进行在什么呢 进行在敌方小兵比较少的时候 你看他有六个小兵的时候 我就没有在他补兵的时候去压他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六个小兵的时候 如果A他一刀 他六个小兵都会激活我 注意看一下 刚才是说双方都只有几个元的小兵 一到两个元的小兵的情况下 我才去这样做的 如果小兵比较多 那我们肯定不能这样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前提 你刚刚我在 利用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细节 就一级跟他对着Q的一个换血方式 以及在他补兵的时候 A他的方式 我一级就把一个卡特 耗了一个接近大半血了 这就是一个高手的细节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分段 一定要记住我录的视频的分段都比较高的 起码比 你们学的人大部分的人是比那个动物都要高的 因为这个号的话 应该是一个专二局左右的一个号吧 所以说对我你看对不对 对面这么厉害的一个专二局的一个卡特 在利用号 我这种细节的情况下 我都能一级把它号的这么残血 这是我们一级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打卡特怎么做 首先空线 第二的话有Q就在他补兵的时候 或者他Q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用Q技能标他 这是你的一个消耗 第三的话 第三个消耗就是可以在我方 不过敌方小兵较少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他要如果补兵的话 我们就站在那个兵的旁边 他补这个兵 我们就AQ他或者A他 好吧 因为他我还是那一点 那句话 谢谢 就还是那句话 就因为他用了这个Q技能 不他用了这个平A补兜的情况下 他就没有办法立马返回来A我们 对吧 就比如说他A的兵 我们A的他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攻击速度是同同步对调的 那他这个时候如果要反应过的话 只能Q我们一下 但是我们这一套 就是他补兵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AQ来打他 但是他只能用Q技能来反打我们 而且卡特的一级的Q是比节要长一点 我们乍得重新看看 看看刚才这个最后一边细节 看没有 就这里他要补这个最后一个兵的情况下 我就在这里 旁边这个小兵旁边等着他 对吧 他要补兵 那你看我就AQ他一下 这个时候就算卡特有技能反击黄金 他也只能Q我一下 对不对 还是我赚的 我AQ了他一下 我AQ了他两下 他只能Q我一下 我是不是赚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一级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 两级的话 那我们就一般学 还是一样 打卡特的话 两级你不要学打不几能 打两级一般可以学一级能 所以那这里两级你学一级能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什么呢 你有技能 就你技能全在的时候 才能走进卡特的一个司法范围 没有技能 千万不要走进卡特的一个Q一范围 就是说你Q一全在 那你就可以让卡特主动的这个Q一上来都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少了一个E或者少了Q都不要进 不要进他的司法范围 因为他只要知道你技能少了一个他Q一上来的情况下 他打完电信他就直接走了 对吧 但你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打出电信 对吧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 两级的一个处理方式 首先有技能才能走进卡特的司法范围 如果没有技能的话那就不要急着走进 然后第二点也是一样打反手 两级的时候你要注意 两级打卡特 你这个时候千万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进战的情况下 你千万不要用Q技能去补兵 两个进战对打 我们还需要用技能去补兵吗 而且卡特这英雄的消耗能力也没有不强 对不对 因为你叫了Q补兵 那代表着你没Q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吗 你没有技能不能走进卡特的范围内 那就代表你没Q的时候 你连兵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两级打卡特就干嘛 所有兵都用平衡部 把技能一直捏在手上 然后等卡特主动去补兵上来的时候 再来反弹 因为卡特这英雄 虽然一技能减到B手之后 他是会刷新的 但是他没有 他不会立马刷新 在减到B手 还有一个两到三秒的一个等待时间 所以说我们一般打反手 就是为了因为这一个点 打反手就因为他减到这个B手之后 他还没有位移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QE 基本上是稳定中的 然后再去这个还一套 好吧 这是一个 两级的注意事项 第一 记住有技能才能走进他的司法范围 没有技能 那你就不要走进 第二点就打反手 兵用平A补 技能捏在手里不要丢 然后等他上来的时候 再对吧 反打 对一些新版阿卡丽 多打吧 我也没有完结对一些过新版阿卡丽 所以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兑现的经验的 对了吧 我也没打过新版的 我玩过新版的阿卡丽 但是我没有完结对性过新版阿卡丽 所以我也不知道 毕竟刚改版 我怎么可能就天天就能碰到了 我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就完结 这个一个英雄 对不对 毕竟我还要练其他的 好吧 这是一个 两级 然后再说要三级到五级 三级到五级 我们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首先 只用Q技能消耗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总体要点的 第几点来就忘了 好吧 就是说第一 反正第一点就是只用Q技能消耗 不要用W技能消耗 因为你卡特的一技能范围 跟结的那个W技能的范围是差不多远的 你能W技能到他 这个卡特往往都能一达不到你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W技能躲掉 然后他能反打你 就是我们一般只用Q技能消耗 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卡特如果直接一上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技能全战 因为我们两个就说了嘛 你只有技能全战的时候 你才能走进到四发范围 范围对不对 然后三级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技能全战的状态 这个卡特直接一到我们脸上来 怎么办呢 那么就直接WW往后换位 对吧 技术是直接WW往后换位 然后回头QE他 因为说了他一技能就算减掉了 毕竟也不是立马刷新的 对吧 就是说如果在我们技能全战的时候 卡特直接一上来了 那么直接WW换位后退 然后回头一个QE 第三点 如果卡特不交一 那我们就不要交WEQ 就卡特的一技能 如果没有CD 或者是 那我们就不要交WEQ 比如说就像这种情况 就是现在卡特 如果用一技能 去补兵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快速的交出WEQ了 但这里我们没有 有的话是可以在这个时候交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把 那个一技能用掉了 虽然马上要刷新 但是毕竟还要等一单 就是等两到三秒 这个两到三秒够我们撤退了 对吧 而第四点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你完结 没有W的时候 千万就到三级到五级这个期间 你没有W是肯定打不卡特的 是吧 就接着英雄三到五级这个期间 你只要没有W 那你就千万不能走进卡特的一个 一技能的范围 卡特也是一个高 比较高的一个爆发型的一个英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三级到五级期间注意什么呢 第一只用Q效 第二卡特依上来 W走 然后回头QE 第三点就是卡特不交一 我们就不交WEQ 第四点就是什么呢 没有W的时候 不要接近卡特 就如果没有W的时候 这个卡特比较会玩 他主动逼近我们 想一到我们脸上 打我们他怎么办 那我们就后退 你没有W是万万不能跟这个 不能跟这个卡特来对打的 对吧 这是一个三级到五级要注意事情 然后再说一下六级 六级之后 怎么杀卡特的呢 杀卡特的击杀方式 跟杀昨天的一个卡丁的击杀方式 差不差不了太多 一般什么情况呢 也是两种 好吧 首先击杀条件也是一样 WR要全战 对吧 你完结杀任何英雄 你都要保 尽量保证你的WR是全战的 不然的话 比如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R 卡特一上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你最好是比直隆后退 或者说你只有一个W 没有R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不要想着跟卡特对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想一下我是卡特 我一上去了 我看到这个截没有W 我一上去的时候 截肯定会R我 对不对 他既然R了我 那我肯定会选择用一技能 用刷新的一技能 再这个一小平后退 那这样的话 就像别人用了几个小技能 把你的大招骗出来了 那你下一步没有大招的时候 你就打不过他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杀卡特的时候 杀任何有位移的中心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技能全战 你才能对他动杀心 不然的话往往都是被别人骗的技能 特别是打妖姬 如果一个就是妖姬六级 杰六级的情况下 妖姬用大招负射的W 你的杰是不可能把妖姬杀掉的 除非他事物太大了 我们再对吧 刚才再来回想一下 好吧 就说如果你只有W 没有R 那卡特一上来 他有大招的 你肯定打不过他 对不对 如果你只有R 没有W 那卡特一上来的时候 虽然你会叫R 把他B手躲掉 但是卡特看到你放了大招 他也会一走 导致了他用了三个小技能 换掉你一个大招 你是不是非常亏 然后等你没有大招的期间 他就疯狂找你打架 那这样是不是非常难受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 所在 就是杀卡特一定要保证 不对 杀任何有位移的中心 都一定要保证 你的技能全战 才能找机会杀他 你少一个技能 你就少一个位移技能 基本上都是杀不了的 或者说会被别人白骗一个大招的 对吧 这是一个第一点 第二个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能量要够 就是能量要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不然的话你技能 就是说你能量不够打不了几个 那个呢 你能量不够的话 打不了几个技能 那你肯定也杀不了卡特 对不对 这是一个前提 击杀条件 两个击杀条件 这就是要多少击杀方式 击杀方式 首先有第一种 先用WEWA 同样这里我们也说的是用WEWA 这个类似于打卡丁 你不要WEQ WEA就OK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WE 他这个时候如果他看到你交易 他有可能把位移交了 对不对 但你用WEQ 他就算把位移交了 你的Q也空掉了 那导致你后面伤害有可能不足 所以我们一般用WE 偏位移就行了 就比如说这里 先用WEWA骗出卡特的E 然后再去用RAEAQ把它带走 一定要就是你R卡特的时候 你打卡特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用一个位移 把他的位移逼出来 等他没有位移的时候 你才能叫R 卡特如果手上有E 你必须要保证你有W才能R他 如果卡特手上没有E了 你才能直接R 我们这里的话就给你们计算一下 我这波怎么杀卡特的 好吧 首先卡特这里是有E的 然后剪到B手之后又有E 看见没有 然后这时候他放了一个W 他现在E技能是CD是好的 然后我用WEWA去骗出了 用WEA先过去打他一套血量 然后现在卡特手上是有E的 我没有R 对不对 就是卡特手上身上有E 所以我没有R他 因为我R他 他有可能E小兵就走了 你看这个时候 他E回来剪B手了之后 我依然没有R他 为什么 因为他剪到这笔手 E技能又快要刷新了 然后看到我Q技能空了 然后这卡特比较会玩 看到我Q技能空之后 他这个手想回头反打 然后就E上来了 这个E他没有剪到任何笔手 发现没有 所以说这个E他是没有办法刷新的 所以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时候卡特身上没有E了 然后这时候我再叫R 因为卡特放大的时候 他是不会动的 导致的他被我秒了 就被我反杀了 对吧 这就是你打这些有位移英雄的时候 你想杀他就必须要这样做 一定要用你的 一个 结不是有两段位移吗 你必须要用一段位移去逼出 把别人的位移逼完 再用第二段位移把它杀掉 对吧 就说卡特 比如说你打 无论是打妖姬 还是打卡特 还是打小人也好 小人只要把E捏着 那你就不能打小人 或者说这个卡特 只要把E捏着 你也不能打卡特 妖姬把W捏着 捏着你也不能打妖姬 除非什么呢 你打RW全战 我R小人 然后小人一走 再用WQ跟上 我R卡特 卡特用E一走 再用WQ跟上 我R要机 要机用W W走 那我们再用WQ跟上 这就是为什么跟你们说 你杀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非要保证WR全战的一个原因 要么就用WQ 不 要么就用WE 逼出小人的E 要机的W 卡特的E 然后再用R技能跟上 把它杀掉 要么就是用R技能 逼出二位 再用WQ跟上 把它杀掉 对吧 只有这两种办法 如果你们老是存在这种侥幸心里 说什么 对吧 我这个时候 我手上就没有W 但是我还要想上卡特 那往往都是说 你的大招一定会被人骗掉 截的大招是比常规的中单的大招 要CD都要长一点的 有120秒 一般的中单只有100秒 所以你们一定要就截的大招 一定要谨慎地交 我这个大招下去 如果不能杀人 那我这大招千万不要交了 我情愿死掉 我都不要交这大招 因为我只要这个大招交掉之后 如果没有杀死 那我下一步没有大招的时候 这个时候别人可以疯狂地蹂躏我 对吧 这里面杀人 杀有位移的英雄的关键 必须要用一个位移 把他的位移逼出来 再用第二段位移把它杀了 对吧 或者说你的大招 对吧 基本上是交给他 没有位移之后 你要交的 这是一个打卡特 然后再说一下 说完卡特之后 再来说一下打亚索 这些 这个英雄 这些都是比较长 低分段 比较常见的英雄 打亚索 打亚索的话 有很多人会觉得 看了视频功率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他会觉得这个 哪来的 觉得这个视频功率里面 说什么solo 跟亚索solo的话 学一会更好 但我这里不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一级的情况下 这个结的能量 Q所耗的能量是75 但你们要知道 满级的Q耗多少呢 满级的Q只耗50 还是55 我忘了 为什么要组Q 就是你组Q的情况下 你放WQ才不会要那么多能量 你组E 你放一波WQ耗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多 你是耗不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打亚索 还是组Q 然后一级的话 点Q就能 然后就是什么呢 空线和空血 就是说你把兵线 往自己这边拉一点 不要过多的A兵 这是空线的方法 空血的话 也是每次补刀之前 你想一下你的技能 会不会被他一个 不 你会不会被别人技能打到 如果你的 你能会被他技能打到 你就用Q技能来补刀 这是一级 一级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稍微稳定点发育就行了 一级不要给亚索Q到 你看 我每次补兵之前 我都在计算 这个亚索有没有Q 你看我每次补兵的时候 我都在计算 他有Q 就我一般的兵 我都是会用Q技能来补的 他没有Q的时候 你看 比如说刚才这几个兵 没有 就是刚才这个兵 他没有Q 刚用Q技能 你看 他刚用Q捅了我的远程小兵 那这时候我再去补这个兵的时候 他的Q已经好了 然后我没有到急于去补这个刀 然后等到他 又用Q补了这个小兵之后 这个时候我知道他的Q刚放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再去补刀 他没有Q 他就Q就耗 耗不到我了 对吧 就是你打压锁一级要考虑的东西 就是说他的Q能不能耗到你 耗到你就用Q补到 耗不到你就用平约补到 然后用Q消耗 这一级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再说两级 两级的话 干嘛呢 两级的话一般会学一技能 与几方的小兵 保持牙索一个Q技能的距离 记住这两级的前提非常关键 这第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要记住 与自己的小兵 保持牙索一个Q技能 可以Q到的距离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牙索玩家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会一小兵过来 然后Q离下就直接一走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这个Q技能的一个伤害距离呢 就是我们只要不站在自己小兵站得太近 那这样的话一过来是没有办法直接Q到我们的 但我们的Q有办法可以Q到他 因为为什么 因为牙索的Q 应该只有300码350码 但结的Q有700码 对不对 我们往离自己的小兵远一点 这样的话他过来Q我们 他Q不到我们 但是我能Q到他 这样是我赚的 这是一个两级的第一点 与几方的小兵保持牙索一个Q的距离 如果不知道牙索Q距离的 你就在制定里面选一把牙索 看一下牙索Q到底有多远 第二点就是牙索一来一去的时候 记住我们玩截打牙索 牙索一来一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叫Q 为什么呢 你不要碰运气 牙索一来一去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Q得到他的 这个时候你碰运气 万一没Q到 那这个牙索看到你截没Q了 他就会一直追着点A的 你是A不过一个牙索的 但如果你一直把Q进来捏着 那这个牙索反而会有一种畏惧性 因为他只要不一了 只要敢追着你砍了 那你这个Q就肯定能打得到他身上 所以这第二点也同样非常重要 就是牙索一过来一过去的时候 你就把Q捏着 你不管他 你让他因为为什么 牙索一来一去的时候 你又不雕血 你急啥呀 对不对 牙索一的是小兵 你又没有雕血 你急啥呀 让他一 等到他一不动了 等他准备往你脸上一的时候 你再去用Q一反打 对吧 这是一个 这个叫啥 第二点 两句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当牙索 一不了小兵 对着我们一的时候 我们再去快速的利用一个QAE环机 我们这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场景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场景的 好吧 不知道是在两级还是在三级之后 看看 等一等 应该是有这个场景 我们看一看 好像重新看一遍吧 好像没没怎么看到 我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样 这个是一个弱化版 因为牙索是一人两下 如果你反应快的话 牙索直接一过来 还是你要在牙索一过来的中途去丢Q呢 就比如说这波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感觉牙索要一小兵或者Q小兵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先丢了一个Q 看到没有 我是感觉牙索要一小兵过来 一小兵完之后要过来的 然后先丢了一个Q 然后这时候牙索又一了一下小兵 然后最后想一三手再打一个AE 打出了一个电型 然后直接把它打虚了 记住你打牙索的时候 只要打出了你QAE的电型 你就直接 你就得后退了 因为后面的话 你没有技能是A不过牙索的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打牙索就 两节的时候就这一点非常重要 牙索一来一去 不交Q 牙索什么时候想一里人了 你再去交QAE 快速的反打 打出电型立马后退 这一套电型肯定能把它打松 但就算你把它打松了 它如果没打松 它还要跟你A怎么办 你后退因为你A不过它 因为你那一套 因为你有电型 你有爆发上海 所以说看起来很吓人 但后面的话 你没有上海 你就打不过它了 对吧 对 它有风 你肯定后退啊 它有风 因为它有风的时候 你是打不出这个QAE的一个电型的 因为它会把你这个卷起来 对不对 你有风的时候是它的强势性 那我们肯定要避开一下 这是一个两级 然后再说一下三级到五级 三级到五级消耗方式 也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一样 跟两级前一样 就是消耗方式 你一样用QAE去打了 跟他打消耗 而不是叫W 因为什么 因为亚索 他这个英雄就比较烦 又有W技能去躲掉你的一个WQ 又有一技能躲掉你的WQ 所以说我们到三级到打亚索 也是一样 不要叫WQ去耗弹 还是就是找机会 等他主动E上来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嘛 就打反手嘛 他什么时候E上来 我们就什么时候叫Q 他不一上来 我们就不叫Q 就一直对吧 这个打完一套就跑 他有风墙 三级之后 他有W也一样QAE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风墙 CD很长 亚索的风墙 有24秒的CD 截的Q只有6秒 他放一个风墙 给我们放6个Q了 对吧 就是说他有风墙 那一波 万一我们的Q技能给挡了 那你立马后退 那一波你自认吃亏 没办法 因为他的那波 因为你的技能给他挡了 你肯定打不过他 那他下一波 在他没有风墙的期间 他就不敢烧你了 因为他没有风墙的时候 你也是打了过一个 没有风墙的亚索的 只要你技能全中 一般亚索想跟杰烧 就必须有风墙 才能跟杰烧的 所以说就那一波 他有风墙 那一波你是打不过的 对吧 特别是他有风 又有风墙 又有风的时候 那一波是百分之百打不过的 好吧 这是一个 第二点 第一点 就是效果方式 也是跟两极权 两极权一样的 第二点 就是打不进来 捏在手里打反手 就打不进来用来干嘛 就用来躲他的风的 就是万一 这个亚索长着风上来 对不对 但又有风墙 又有风 这个时候我们走不掉了 怎么办 那就直接用WW 后退 躲掉他的风 不让他 对吧 白白的打我们一趟 因为他有风墙 又有风的时候 我们是 那一波是肯定打不过的 对吧 这是一个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在敌方没有小兵的时候 就是说 在亚索没有小兵可以E的时候 我们可以干嘛呢 直接 WE WA 等他风墙放出来之后 再去丢Q 就比如说这里 但这个的话 是你要确定 你换位上去 一定打得过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这样做 比如说 我们想杀亚索 亚索的血量 在我们长大血缘之内 带着他技能全战 那这个时候 我们想杀他 怎么办呢 先用WE过去 就看这里看 先用WE过去 但你不要邀Q 为什么 因为他有风墙捏着呢 对吧 他风墙摆在那里 你这个时候 叫Q是百分之百 被他风墙挡掉的 那我们就干嘛 一直追他A 一直追他A 然后等着他风墙放了之后 还有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就是站在风墙里面 躲我们的Q 那这个时候他站在风墙里面 那我们就一直A他就行了 因为他的血量比我们少 我们打得过他 A就是对P的话 肯定是我们赚的 如果他不躲在风墙里面 直接往后退 那我们就越过风墙之后 再去丢Q 对吧 这是我们一个杀牙手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三级到五级你想杀牙手 首先第一要保证好牙手的血量比较残 就是在我们一个 这个Q1能杀死的一个范围内 第二点就是先W过去 把他的风墙骗出来 因为大多数的牙手都默认 你截W1后面肯定会跟个Q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W过去不放Q 我就A你 等到你放了风墙之后 你脱离的风墙的一个保护 我们再去丢Q技能 因为反正你的Q技能打到了风墙上面也没有伤害 还白打了 而且别人知道你Q没了 他有可能反打 对不对 但我把Q捏着 你就不敢反打 这就是一个三级到五级的一个处理方式 再来说一下 这个 这个击杀打牙手的一个击杀条件 六级之后怎么击杀牙手呢 首先第一要保证我方小兵不多 我方如果小兵非常多的情况下你是根本杀不了牙手的 因为我方小兵不多的情况下你想杀个牙手 牙手一来一去你根本是跟不上 因为我们只有两段位移 两段位移 但是如果我们小兵非常多的话 牙手有可能有 就无限的位移 那个技能 对不对 那我们肯定是跟不上的 所以说一般要保证我方小兵不多 第二牙手四分之三血以下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也是一样 WR权战并且保证有权到技能的一个能量 这个的话基本上杀谁条件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你WR权战都能杀才能杀 第四点就是技能不空 如果你空了一个技能 你肯定也杀不了一个四分之三血的一个牙手 第五点是最重要的 第五点什么呢 疯狂平A 因为打牙手正想牙手一来一去加封墙 它是很容易把那些Q技能挡住的 所以说你在打牙手的过程中 你不要急着交Q 那Q技能什么时候交 第一 他把封墙先交了 第二种 就是什么呢 他已经跑不掉了 或者说他在对我们丢技能的时候 我们在丢Q 一般就是说牙手如果不交封墙 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交Q的 就是六级之后你想杀他的话 因为你先交一般反应快的牙手 一般都是能把你的Q技能挡住 因为那个结的Q技能抬手动作太明显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六级之后杀牙手 最关键的一点是 你打完之后你要疯狂的A他 而不是总是想着怎么交技能 牙手这英雄最怕的就是平A痛的人 他不怕技能痛 因为他的机制问题 他的W很容易把你的技能挡掉 又有一个被动 又能吃掉你一个技能 所以牙手这个英雄是怕什么英雄呢 怕平A的英雄 所以说我们在六级之后杀牙手就干嘛呢 你要记得你的连招里面就一直A他 你的Q技能 他没交封墙之前 你就一直A最差A最差A 你甚至说不放Q 有些手不放Q都可以 就一直A他 你看比如说这里 我先用W逼出了一个牙手的一个封墙 让他觉得我掉完W的时候 一般的牙手都会觉得我那个杰要丢Q 但是我不丢 我就自然就要交封墙 然后把你封墙骗出来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不急 然后就开始干嘛 因为他站在封墙里面 我们Q不到嘛 那就是最在A 也是一直最在A 然后等到他脱离了封墙保护 我们再去找机会 交技能把他杀掉了 打牙手就是一点 很重要一点就是平A 对吧 你不要老是想交技能 因为你的技能真的很难打到一个牙手 牙手是因为他的特点就是这种 这是第一种激扎方式 就是先用WEWA 骗出牙手的封墙 这个时候牙手会一来一去 躲我们的Q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用理他 牙手在一来一去的过程中 我们就一直追着A就行了 然后利用R技能 躲风落地A1 继续追着平A 最后带走他 好吧 这是第一种激扎方式 第二种激扎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R技能躲风 第二种激扎方式也是一样 激扎条件都是一样的 激扎条件都是牙手的血量 要到四分之三血以下 而且我们打不下全 第二种激扎方式是什么呢 先用R技能 就牙手六级之后 不一般都会斩风上来烧你 然后利用大刀去搞你它 那我们这种情况就是用R技能 躲掉了风 然后这个落地A1 骗出风墙 然后继续追着平A 在五小兵可以给他E的时候 我们最后再交Q 都是一样的 反正你打牙手 最关键 你看我这两个杀牙手的关键 都是你会发现 我基本上都是把这牙手A死的 你们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牙手都不是同一个 你们会发现这两个牙手死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被我A死的 对 都不是说被我什么技能打死了 我都就是一直到R完之后就追着他平坎 找机会把他A死了 这是第一个牙手 再看看第二个牙手 你看我每 基本上三两 两个牙手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先用W1骗位移 不骗风墙 W1过去先骗风墙 然后追着他平坎 等他脱离的风墙保护 再去用R技能躲他的风 或者等他脱离的风墙保护 再用R技能去追击他 那这里的话我是在躲他的风 然后最后对吧 你看我每次杀个牙手 基本上都是把他活生A死的 最后对吧 他实在跑不掉了 躲不掉我的技能的时候 我才会叫叫我的技能 这是一个打牙手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没 基本上那种有位移的中单 就是这两个是比较有代表的 卡特和牙手 特别是牙手 带敌风段是比较常见的 技能的话 讲的东西差不多就这么多 还有什么问题没 有什么你们觉得有什么 位移的英雄比较难打 或者说有什么地方 你们觉得讲的没有 没有非常详细没理解的 可以在弹幕里问一下 好吧 打艾克 打艾克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打艾克的话 也是一样打反射 那你就打不进的捏着 就比如说有两种艾克吗 第一种艾克 他也不交技能的 那这种艾克的话 你就一直用平原补兵了 好吗 技能捏着行的 等他什么时候上来 你就缺一反打 这是第一种艾克 第二种艾克就是什么呢 天宁用Q技能推线的艾克 那这种碰到 这种艾克就怎么样呢 艾克只要把那Q技能 交给推线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直接WE上去 跟他对A 然后Q技能也是不交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 艾克他也有个位移技能 你如果WQ上去 他会引起来 把那WQ全部躲掉 首先我们已知 艾克把Q技能交了 这个时候 他只有一个E技能 和一个W技能 对不对 那我们W上去 先A他一刀 骗出他的E技能 然后再去交Q 就打这些有位移的 有位移技能的英雄 你的WEQ要慢点吧 对吧 就W上去A他 这时候他一般都会 想用E技能 躲掉的Q 我不交 等他先Q 不等他先E 拉开距离 然后我们再去交Q 这时候我们Q中了 那就赚了 打完Q就可以走了 他也不敢E回来 因为他没有Q嘛 你说一个艾克 把Q技能交了 他还敢E到你 姐的脸上吗 肯定不敢 这时候我们要 就是说 艾克如果是把Q技能 捏成那种 那我们就安稳补刀 发育都不交技能就行了 如果艾克是把Q技能 丢出来清兵的那种 那你就直接W上去 跟他对点 然后等他先交E 那你再交Q 然后艾克怎么杀 6技之后艾克不好杀 你不要想杀艾克 杀不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艾克 不犯大事物的话 你基本上杀不了了 这个游戏又不是 只有单杀才能赢的游戏 玩截的话 我不是在这个课前 就跟你们说了吗 玩任何英雄 你要学会的不是说 一定要无限的单杀 才能赢游戏 因为你们应该 碰到过很多这种 就是说我把别人杀穿了 你还赢不了游戏的 这种情况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游戏 现在赢游戏的关键 在于你能不能带起 船队的节奏 而不在于 在于你对线 有多大的优势 对吧 所以你要更多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杀不了艾克 你不用死磕 你就退完线之后 去搞他队友就行了 对吧 还是那句话 我杀不了你艾克 我还杀不了你队友 对不对 就是艾克的问题 然后杀天使 天使的话 就是天使的一技能 就是说你们细心观察 就知道 天使这个英雄 他在开一的时候 你点一下天使 然后左上角 会有个天使的状态栏 然后你可以看到 天使的一技能的 一个持续时间 然后等天使的一技能 快晚 就是说他的持续时间 快没有的时候 那就直接W上去 你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好吧 你们碰到天使的话 先天使开一的时候 你点一下他 然后左上角 会出现一个天使的一个状态 那下面会有一个 他的一个一技能的持续时间 等到一技能 快没有的时候 那就直接W上去跟他对点 因为就没有一的天使 肯定A不过节的 这是一个艾克和天使的问题 谁跟你说天使的三级一不断档呢 来跟你们试一试 我就喜欢打各位的脸 你自己没有玩过一个运行手 千万不要望之菲薄 就是胡乱猜疑 好吧 我们用时间来给你们证明 免得你们觉得是吧 我说错了 给你们用时间来证明天使的一技能 到底有没有持续时间 或者说你是不是说你说的 按照你说的三级就不断档了 我们用实际来证明 也不用那么多BB的话 打左一的话 记住打左一的话 怎么说呢 节其实不怎么好杀左一 因为左一这个英雄 老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技能 就捡到一些什么技能 所以打左一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样 干他队友就行了 如果左一 万一哪一波左一 把自己的一技能先交了 那就可以把他杀了 对吧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如果左一把一技能永远捏着 那你杀不了左一 如果一个左一把一技能 万一哪一波 那个左一把那个一技能交了 那这种左一 打这种左一 那就可以直接WWR上去了 对吧 就左一如果一空了 那就直接WWR上去 就把他杀了 就行了 如果左一不交一 那你杀不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推行游走 怎么出对战英雄像克制装备 克制对面 这个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玩的是法 是打AD的话 你可以出一个户币 就是说你打的那个人 他是什么类型的伤害 你就出什么类型的装备 对吧 就比如说打妖姬 妖姬是个魔法伤害 那你就出魔抗 你打截 截是个AD伤害 那你就出护甲 对吧 这就叫克制装备 它是什么类型的伤害 你就出那个类型的一个装备就行了 好吧 这里我们给你看一下 三级 不不不 这个叫啥 三级应该就是要五级左右 什么亚索 这谁跟我说亚索什么东西 不管他 因为亚索刚刚我们讲了的 那我先调一下设置 好吧 看好 天使五级的时候 三级一级好吧 三级一级一级大刀 给你们看一下 断不断断 仔细看清楚 我这个 什么鬼 这是bug的吗 等一下重新刷一下 为什么开了一之后 他一技能就直接进入cd了 就这样 看好了没 这是我们一技能持续时间 这是我们看了没有 这里是一技能持续时间 加完一照 看了没有 一技能还有六秒 谁 你跟我说没有断档时间 你有那时 你那时 你打到那时那一段 那一个阶段 你完结还想杀天使吗 除非你一个WQ 你直接把天使杀掉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到天使都有那时 天使还会跟你单挑吗 对不对 看好啊 这是一技能持续时间 一技能掉完了 还六秒 看没有 说没有cd的 多玩玩 对吧 把这游戏多玩一下 不要信口开河 对吧 是有30%的减cd 最先开 我记得很早之前的天使有37.5%才行 但是后面好像天使加强了一波之后 好像是30%左右就可以了吧 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反正天使前期肯定是有设定的 好吧 不不论其他的 因为最近我也没怎么玩天使 但是我知道天使的1肯定是有断档时间的 对吧 不是记得很 就算你天使是满级的1 你也有断档时间 除非你的cd起来了 对吧 等你等他cd起来 那装备都成型的 谁还跟你玩单挑 对吧 行吧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差不多就这么多 好吧 那么这个下面还有问题的话 那到时候我在群里面问我们今天的话时间就到这里 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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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